1997年後,香港主流媒體的翻譯都是跟中國大陸的 以前是譯造聖地牙哥,現在是聖蝶哥 就有別於智利首都聖地牙哥,不改 政治正確 這個沒有,你說什麼名字都沒有辦法,主流就是這樣 最重要是有別於智利首都聖地牙哥,他有沒有改 都是在南邊,剛巧我們阿Q仔英雄被困 溫哥華已經三年了,是嗎? 其實我想全世界人都是,這幾年的疫情 當然現在香港還遲,中國大陸和香港都是遲 但其他人是解禁的 過了幾年,其實很多人都困在這裏,到處都不能去 即是有沒有飛機,你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且很多國家城市都不開放旅遊 即是今年之六月,你怎麼做 阿Q仔在網上,過去一個星期都很難問 原來他被困三年之後,第一次旅遊 就去了美國,即是加州南部最南的一個大城市 就是聖地牙哥,聖地牙哥 去遊遊了幾天 那麼好,不如一起跟我們說說聖地牙哥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名字,跟普通話譯 譬如維珍尼亞洲,是福吉尼亞洲 其實挺難的,喬治亞洲,亦是佐治亞洲 那我也沒辦法,他說主流傳媒要跟 主流傳媒,你是網媒的 習慣了主流傳媒做了很久 澳洲雪梨,亦是色梨 反而習慣了色梨,很少人說說雪梨 我看他容易狼狼上口 和他容易狼狼上口是有關係的 因為聖地牙哥,以廣東話來說很難上口 所以現在是San Diego San Diego San Diego Q仔,你去過那裡 那你坐幾小時飛機,遊溫哥話去 三小時 三小時 但是那天的飛機,即是有些… 剛剛這邊,即是加拿大 當時突然之間氣溫急降 即是落到三小時,又下雨 不知道機場是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延遲了一個小時 結果本來7時機,10時到的 這個後去旅行,大家都會留意到 那些飛機是經常改的 我後來知道為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他將客人拼在一起 你明白嗎? 你在網上覆機,他全部都給你的 但是他將客人拼在一起 時間改了幾次 即是我們還說,再改一次,不會去 越改越晚 即是你本來四天 那七點鐘去到已經是深夜了 那你根本第一天就浪費了 那他見過延遲,一個小時到達11點 那他出到來,才去拿車 他那個租車城,可能那些是旅遊城市 很大,機程又轉,又免費 乘車的人都在那裡租車的 那他有14間租車公司 那他拿了車之後,就自己駕駛去酒店 不過說開,第一要讚聖尼亞哥 那些人比較過 原來加拿大租車比聖尼亞哥好 是嗎? 我們租三天 我們租三天 不知道是三天還是四天 總之是三天拿車 差不多是11點多,12點了 那就是我們星期四到 星期四到 星期四是,五、六、日 即是星期日交車走 即是三天都租了三天 那連同保險 你還多少錢呢? 多少錢? 咦? 這麼便宜? 很便宜啊 但是一天都不用三百元 是啊,你做不到啊 你在香港 你幾個人去的 你現在在香港乘車,你不只 不只 剛剛有朋友在Facebook 說他最近在加拿大租車 一天要八百元 一天要八百元? 即是港幣 那也是貴 我兒子這次就是 他一個很長的旅行 他先去以色列 德拉維夫 然後去倫敦 然後去多倫多 多倫多來溫哥華 然後跟我們一起去聖地亞哥 然後他回來 然後去東京再回香港 哦 多倫多租車都要五百元 哇 還有一個就是 那些車是任選 嗯 怎樣任選 你選擇美國車,日本車 還是歐洲車 那裡有十幾間公司 他選了一間50公司 其實只有一個人 第一個感覺就是 美國人做生意很厲害 就是他的系統 他處理整個辦公司 只有一個女孩 等於是夜 其實是遊客的飛機來到 每個人都在那裡拿車 不過他說他在那裡開了1點 這個辦公司手續之後 就是解決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給了一些有關的文件給你 叫你後面去那個停車場那裡 我以為如果香港租車 其他租車的就是指定哪一架 你選哪一架 就是不同的車是不同的價錢 他其實不是的 一個價錢 後面幾十種車 任你選 嗯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日本車 就是日產車 其他就是Ford 其他就是Ford 很新的 我們那個車是2021年 哇 新車 很新的 是新車 美國原來是 趙溫柱不是用公里的 他用Miles 那時候走了幾千Miles 嗯 那也很新的 很新的 很新的 車時等在裏面 我正想問你 如果任你選擇車 車時怎麼辦 原來不用擔心 原來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就是他的系統設計得好 你拿了車之後 你出的時候要加一個Paper 那你加不到Paper 你出不了閘 那當然 如果治安不好的話 你強行搶車走的 可以 只有一個阿伯在手上 那一閘而已 是 是 但是 我後來想一想 原來這個城市 基本上是富裕城市 是一個退休城市 是 大部分是中產 是有政 當然沒有什麼罪惡 是不是 是 如果在加州其他地方 比如三藩市 L.A.那些 就是 看新聞 或者朋友都說過 是不是 有幾條街 L.A.是被 流行案霸了 不夠膽停車 駕車經過也不夠膽停車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在那裏 我想被人搶車偷車 那你一個人怎麼擋到他 但是這裏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OK 就是一個人manage 所以那個老人做生意 有效率 性價比低 所以我做到這麼便宜 他這麼少人manage 還有一件事 你說十四間租車公司 這個是一個 keen competition 就是競爭很厲害 我老人通常幾間 有十四間爭吃 十四間? 即是 十四間 即是 我晚上去的時候 我以為五六間 走的時候看清楚 原來有十四間 即是這麼多 那就是 就不分選 所以變成競爭力要很高 那拿了一輛車之後 那就是去酒店 我想最初我們是去錯的 因為是同一個名字 原來有很多間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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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hampton 我忘記了 近機場 那間 又是晚上 一個人manage 即是你那個counter 只有一個 我們去錯了 我身後就 再去正確那間 都是一個 其實是老太婆 即是 她說她媽媽九十八歲 她幾歲 至少六十幾歲 那是中國人 不過 就不懂得說中文 我想她移民了幾代 美國去到第八代 第八、第九代都有 那證明一件事 美國 大家要知道 美國其實沒有退休年齡 所以 所以機身隔了九十幾歲 還在做這個 局察顧問 是吧 因為美國總統 成八十歲 這個 佩洛西都八十幾歲 我是覺得很老 是吧 特別近年香港的文化 這些全部都當是廢老 但原來美國 沒有連連其事 你又不准問人家幾十歲 你喜歡做得 你做到幾十歲都可以 是 那她真是那個婆婆 應該是六七十歲都有的 那沒問題 她一個人管理 又不怕打劫 整間酒店都是一團友 嗯 那時候都沒有東西給你打劫 因為你給錢 全部用credit card 是 是 不會收現金 是吧 然後大部份都是自助的 那你就回到房間 那你 租房就ok 就是一千元左右 即是計算是港幣 又不算貴又不算便宜 一萬一千元 一萬元 那她的房子都很大 是很大的 她的房子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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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整個酒店 她的房子很大 但是她的房子很大 五藏俱全 麻雀衰少 又有健身又有泳池 又有洗衣房 等等 酒店裡面沒有什麼 即是沒有雪櫃裡面有氣水 她在樓下 自己 即是 有個小賣店 但是沒有人管理 你拿了之後 我打算是check out 那時候才算數 嗯 嗯 這樣的 她的房間是沒有雪櫃的? 沒有雪櫃的 這個奇怪 通常阿站那些住酒店 雪櫃的東西是不會吃的 不會喝的 自己在附近 這個便利店 買齊的東西拿上去 是的 我們那些很好處的 因為明知雪櫃拿的東西 貴到不得了 還有 原來有些帶團的人 他們寫明 叫那間酒店 雪櫃麻煩你清掉它 所以免得 那些客人 即是那些團友 拿來喝 待會又拗數 不給錢 都可以的 那現在這個乾淨利落 雪櫃也沒有 是不是 乾淨利落 不用拗數了 大哥 房裡有什麼都可以買的 零食雞 所有的東西 都在那裡拿 要計算 那就不用付錢 因為你 在酒店登記的時候 你要留下 一張credit卡的 號碼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知道客人要用 便可以在那裡扣數 反而 晚上拍車比租車 還貴 拍車要收錢 要二十多元 為什麼 通常酒店拍車 是客人應該不收你錢 酒店要收錢 拍車要二十多元 在這裡賺你 在這裡賺你 其他站 好了 那你去到什麼感覺 感覺如何 109元 三天 你泊車要二十多元 就是三天內幾元 我知道溫哥的話 這幾天很冷 眾朋友上Facebook 都說下雪之類 你去到San Diego 那那裡是否很暖 例如溫宇春 San Diego 入口十七八度 沒有陽光 這麼多天 完全沒有見到陰天 夜天都是藍天白 陽光燦爛 晚上就涼一點 大概六點多鐘 開始黑 早過溫哥華 他也是轉冬陣時間 星期六 但是涼極都是 十到八度 穿外套 都很舒服 現在是新興奮 近方年 真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下雨 但幾天都沒有下雨 加拿大不同 加拿大一開始 到十一月 都開始多雨 有雨有晴天 溫哥華的冬天 其實加州的冬天 是雨季 亦方便樹木增長 所以整個西岸樹木都很大 所以這個Lumbering 佛木工業是十分之強勁的 環保人士當然是反對 最特別和加拿大不同 它是多椰樹 那這麼藍 好像夏威夷一樣 很多椰子樹 你鋪圖就看到 我們這邊就是 蟲樹 就是枫葉樹 那些多 你種不到 因為太冷了 我不知道是夜樹還是棕裡樹 椰子樹 椰子樹 中椰樹在這一個 San Diego 可能在這裏暖很多 所以我在做Graphics 就拿了這張照片 你們看看Graphics 在下面那裏 有張照片很多 中椰樹也好 椰樹也好 那裏很悠閒 有種悠閒的 那裏真的是旅遊定期 第一 就是非常好 因為在機場 第一 就是我領導到這個 輪子服務 幸好有了 因為很威風 即是機行 出機 應該是墨西哥 人推你出去 推到外面 我們順便問他 去哪裏拿車 他就說 拿車在外面 推到我們去 然後很多人 已經是排隊了 有很大的Settle Bus 負責 就是安排一些人 就是墨西哥的人 應該是 墨西哥的人 是很風趣的 一路沿路 就是上了車之後 就是一路開玩笑 就是搞氣氛 其實他沒有必然 就是領隊 對不對 嗯 證明他很享受 就是去運工 就是跟那些 整天搞得 每個人都很開心 就是 後來又問他 有沒有人生日 那今晚又有生日 大家一起唱歌 給他人聽 嗯 嗯 嗯 我印象很好 就是經驗爭業 你跟我們參加旅遊團 就不同了 你參加旅遊團的領隊 就有責任 可以entertain你 其實不是這樣 他只不過安排 那些人上車 然後 那輛車送到你 就是那個 租車城 嗯 嗯 又沒有收你錢 又沒有貼紙收 嗯 那就是好人在運工 那你覺得 可能這個 一個旅遊城市 他又對遊客 是給人一個好的印象 嗯 在這裡 我又要問一下觀眾 有沒有人去過San Diego San Diego 感覺如何呢 有沒有人住在San Diego Q仔說 第一次去San Diego 他也是三年來 疫情 英雄被困 第一次出巡 哈哈 就去一個這麼舒服的地方 有沒有人住去過 可以說一下經驗的感受呢 Q仔 當時我走馬漢化 要是公幹 是去San Diego 沒有細心地看 是 但是 現在你Post出來的相片 給我的感覺 像什麼 San Diego 像香港黃金海岸 哈哈哈 黃金海岸 不是像澳洲的高層 但是建築物 為什麼呢 在San Diego 其實很多建築物 是墨西哥式的 是 而且不是很高 當然它在下廊 也有高雷大廈 就是辦公室的地方 但是 那個密度 跟溫哥華不同 它不會像屋邨有 十棟、八棟 或者三、四棟 都是一個單棟的樓 但是如果其他 大部分都是平房的 還有很多建築物 就是墨西哥式的 所以你的感覺 這個 香港 這個屯門和黃金海岸 那些 那些 矮的風格 就差不多了 嗯 黃金海岸 又對著海 又游艇 那你就很遲 就是跟聖牙高 因為海邊裡面 就是 它 在海邊 海岸線很長 所以那裡原來是軍港 那為什麼會去聖牙高 其實我兒子選的 就是他故意去那裡 就是想參觀美軍的戰艦 嗯 所以第一個行程 就是 翌日起床 正如早餐的行程 就去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禮拜 他在網上檢查了 這個禮拜 就是這個 這個 Feed Week San Diego 就是這個禮拜 藍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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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州 免費 就是這些人去參觀 哦 他檢查到 哦 免費的 就是應該要貨款的 嗯 不過上的戰艦那裡 他上的航空母艦那裡 就要付錢 嗯 但其實就不用付錢 嗯 我們上去的時候 他剛好 就是 招待了學生 公眾要下午再去 所以中間 就是我們先去另外 就是 要付錢那隻 上的航空母艦那裡 嗯 下午才回去另外這邊 有隻巡航艦 原來 除了這隻之外 其他派出現役的 航空母艦 那裡有四隻航空母艦 就是一隻舊的東途島號 即已經變成了博物館 那隻可以上去參觀 其他那些是不准上的 我想軍事秘密 不准上 就是只是軟官 可軟官而 不可近視矣 我也上過航空母艦 香港那時做記者 我上過 七幾年 即我上過 當時 在香港view的時候 招待一班美國的家媛學生 不知道怎樣安排 就上一隻航空母艦 在香港 我上過 我上過美國航空母艦 因為它十萬噸 十萬噸很大隻 鐵達尼好像只有六萬噸 差不多兩隻鐵達尼很大隻 它拋不到進去維多利亞的內港 就在吸水門 那次招待記者的參觀 上去後 第一個感覺就是 船是沒有拋的感覺 很穩定的 因為很大隻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進去後 招待喝咖啡 咖啡 給你一枝棍 是雪條的木棍 當時九十年來 香港都沒有流行用木棍來搞咖啡 現在就流行 用膠棍去木棍一片美國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些地方可以拍照 但是作戰室 我們經過一些作戰室 但是譬如有些玻璃 整個玻璃場 畫一些據點 飛行路線那些是不准拍照的 不准拍照 去到那個B-frame room 就是簡報室 就坐在那裡 前面 就是開記的 那幾個美軍 我最記得有個 飛行員 我相信很高級的 很高大 他對眼睛 哇 是漂亮到不得了 因為他們的眼睛 一定要是一流的 視覺是一流 是我沒見過這麼漂亮的眼睛 這麼利的眼睛 那是十萬噸 你去到這裡 在那裡參觀 你有什麼感覺 看到這麼多軍事基地 這些事情 基本上是 在那裡遊客很少 都是遊客 其實是美國人 大部分都是 那裡是 San Diego 反而是 美國的國民 終於度假 走到那裡 所以 這是差不多的景點 大部分 我想全部都是美國人 當然 有不同的族裔 很多 南美洲的 墨西哥銀 墨西哥銀 那裡最多 Latino 美國好像叫做Latino 那裡的色彩 都是多一點的色彩 反而不是外面 其他國家的遊客 很多 好笑 我不是查過 昨晚問過朋友 他在San Diego 他說 你們在地圖上 很接近墨西哥 距離墨西哥有多遠呢? 他說 San Diego 都很大 最近那點 去墨西哥 只是14公里 我說14公里 只是幾分鐘車 十多分鐘 過了 那就可以去到 其中一個行程 第二天 也有去到邊境 去墨西哥邊境 看墨西哥 那裡有一個outlet 不是買東西 去看看那裡 那天 即是第二天的 農物劇 實際上旅遊只有兩天 因為第一天 第一天去到已經很晚了 睡著 早上去看軍艦 但是因為 那個展覽的 槍械、軍車 和區族艦 那裡 上午朝大學生 走出去 中間就走了去一個 即是吃飯 一個叫做little itty的地區 吃意大利餐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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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又很棒 整個地區 幾條街都是餐廳 其中一個就是 意大利餐廳 原來 它有個碑 類似我們蘭桂坊 就是 在二十年代 已經有些意大利人移民 意大利餐廳 都挺團結的 即是挺像中國人 那他們在一起 成八個歷史 開了 整區都是意大利餐廳 不過 之外裡面 還有其他餐廳 整個區都是 很休閒 一大部分都是 除了室內 都有一些露天 有太陽 沒有浪費太陽 很多人都在天台 吃餐 很舒服 休閒 然後眼睛又再回去 再回去 看米其他戰艦 然後到夜晚 又去找食 晚上就去吃墨西哥的食物 即是去吃墨西哥的食物 我在Graphic裡面那張照片 是不是墨西哥菜式 Graphic那張照片 是甚麼來的 是甚麼來的 其實好像類似一些 麵粉皮包著食物 嗯 嗯 我們去那區 就叫做Liberty Station 即是那裡有一個車站 那裡所有的設計 原來裡面有一個Public Market Public Market也有很多東西看 初初不知道 現在走進去Public Market 又有不同的食品 以及不同的商店 即是連有一間啤酒廠也有 啤酒廠 我看著它是怎樣的 太陽我只可以喝三啤 但後來都沒有在這裡吃 即是出去 那間比較像樣的餐廳 即是叫做Persley L.S.Persley的名字 嗯 即是貓 哈哈 正宗墨西哥餐 正宗墨西哥餐 嗯 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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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墨西哥餐是辣辣的 可以的 也有其他食物 我們叫做豬扒 招呼那些 跟加拿大有一餐 全都是年輕美女 哦 OK 好 你知道其他就未必一定是年輕 你知道坐飛機的空姐都很老 這是工會的問題 香港不會有的 私人就不一樣 好像加拿大有一些餐廳也是的 專門請年輕人去做 這個很正常 香港有一些餐廳也是這樣 去到蘭桂坊 難怪的也是這樣 增加吸引力 更多的氣氛 都可以的 第一天就是行政 嗯 第二天 市面上 會不會有一種 欺來揚旺 或者魔堅接種的感覺 我查過 旅遊區也有 如果平時 因為人口很少 你駕車經過 你所說 只有130萬人 很少 現在溫哥華 現在溫哥華 Grader Vancouver 也有300萬人 是 我兒子說 在計算的城市 它是小於Grader Vancouver 事實上 駕車 基本上東南西北都有去到 最南去到墨西哥邊境 第二天 即是下午去的 上午才去一個叫Fashion City Fashion City是一個購物大的商場 裡面有戲院 有餐廳 有很多名店 在那裡 我們去的時候 停車時 在10點鐘才開 我們在10點鐘前去到 停車場 都很容易找位 還未有什麼車 走的時候 11點多 已經爆了 剛剛是星期六 這證明了 其實 銷量很強 很多人 你想想 百多萬人 百多萬人的城市 但這個 這麼大的Fashion City 都 看到很多人的消費力很高 在街上就麻煩 因為去完那裡之後 本來想去 有沒有唐人街 駕車 就去Downtown 其實就沒有唐人街 只不過有幾間 這些 中國餐館 還有一間 好像中華會館一樣 有個舊紙 拍了一張照 可能是星期六 不知道是否不用上班 都沒有什麼人 他擔憂 不是很多人 但會不會職業 不是很適合唐人做呢 那裏是軍事基地 很多軍券 不是那麼多 中國當兵 記憶哥 或者其他 三文治 紐約 其實不是那麼多中華人 雖然我 有些網友說 有人在那裏 如果中國人少 自然會有間餐廳少 最多是墨西哥人 墨西哥餐廳便最多 意大利人多 正常 你知不知 全國最多是哪個省的餐廳 哪種菜餐館最多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我不知道 是四川 四川最多人 全國都是四川菜館 是四川人 因為這樣 有很多人離開了四川工作 如果現在計算的四川 人口不是第一 應該是廣東省第一 但如果真的以省來計算 四川人口應該是全國最多 打工是很多的 是呀 現在去到哪裏都有四川人打工 有四川人打工 即是有四川的餐廳 也有村菜 香港也有很多村菜 說回你剛才的溫哥話 和San Diego的比較 簡單資料 San Diego和香港差不多 小香港一點 900 幾多平方公里 980平方公里 香港1100 接近香港這麼大 不是 是960平方公里 Grekto-Vancouver 280萬平方公里 挺有280萬平方公里 2800平方公里 即3倍 3倍於San Diego 在我們Richmond去到Coccurus 整個小時 那天我兒子開車,當時不用不斷走 通常車程最長都不用一小時 即是公路設計得很好,或者天橋設計得很好 但你這樣說,駕駛車就在這裏比他好 因為大部分北美的城市 例如多倫多,多數是十字街道湖 尤其是多倫多 它不可能是地形 地形雖然山不是多,但實際上是高高低低的 即是幽靈的感覺 幽靈的感覺 路很少是直的,是彎曲曲的 那是比較舊的城市 如果是彎曲曲的路 如果是很新的話,全部是直的 它不是的 它可能會跟著地形建一些樓 就是地形 所以也有些地形高高低的 那也有些東西看 是的 也有高有低的,不同的 但你想想,整個香港這麼大 但是住百多萬人 你挺舒服的 是啊 整個香港這麼大 960平方公里 香港是1100平方公里 香港是740萬或730萬人口 那就是香港的大約五分之一 約五分之一的人口 住香港這麼大的地方 你想想想是否舒服 還有香港這麼多山 對吧 是 香港有住的地方是少的 很多新舊的地方 其實是多山都沒有開發 四成以上是郊野公園 是 是 是 有住的 所以那些屋子就很舒服 那我們第二天 你早上去Fashion City 就去唐仁街 沒有唐仁街 兜了一圈 看看City 都看到十個八個 在Italy也有的 就是有幾個流浪漢 但是 跟那些人形容 在三環市 或者在LA那些是差很遠 都是十個八個在街頭 都很分散開的 那裡沒有什麼東西吃 深入去了第二個旅遊景點 叫Seaport Village 類似赤柱的石澳 對著海 那裡另外有一堆戰艦 原來跟我們初一看那裡 是另一邊 那裡又是爆了 很難找車位 很多人去那些 可能是星期六 都很旺 在那裡逗留到四點多 去邊境 看Facture Outlet Facture Outlet 即是出口店 香港就是彎仔 那些東西便宜一點 全部都是五、六折 是 之前那裡沒什麼減 那裡是五、六折 但是 那裡發覺大部分 很多都是墨西哥人多 起碼七、八成 又是很多人 又是滿了 反應呢 其實這個城市的消費力也挺強的 可能會有多遊客 即是多遊客 遊客來說 當然是買東西 然後到晚上 我們去了一個 Cornornado的Island 要過橋 那裡更好 那裡更好 那些房子 那些房子 全部都比其他地區更好 原來那裡可能有很多軍捐住 也有很多餐廳 終於選了一間 一去到美國 最後一餐 吃好一點 因為吃美國頂級牛扒 我走了去 那他選得挺對的 挺正的 就是這間牛扒店 就是有個種族出來 介紹各式各類的牛扒 很多我都沒吃過 什麼虎偷扒 之類的東西 真的不同 我們一般吃 去美國吃安格斯 但是那一晚那些 其實很多是和牛 不是吃的 就是安格斯 但是就不久了 就是吃很多 我平時來說 那我年紀 吃4盎司 已經不行了 已經覺得很飽了 嘩 那你真是 小吃 4盎司 一般說要吃到飽 是8盎司 你不是吃一樣 但是那裡 就是吃多 吃6、7塊都不覺得流 嘩 吃6、7塊4盎司也不覺得流 嘩 你真的很厲害 你真是不老 很年輕 吃到這麼多 嘩 嘩 牛扒通常 賣廣告的尺寸 就是8盎司 16盎司 4盎司 4盎司好幼 嘩 你吃這麼多塊 真是羨慕死人 惹人羨慕 又吃龍蝦 又海鎮 好像我們不喝酒 最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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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元美金 嘩 都挺貴 挺貴 但也挺貴 在香港 你香港吃那些 所謂頂級的扒房 一個人至少要過千 那你幾個人吃? 四個人 還是三個人? 三個人而已 那都不算貴 不算貴 真是頂級 原來真的又是 你看到那些消費力高 那個事件告訴你 我們沒有訂桌 去到只可以坐外面 就是露台那裏 因為裡面已經爆了 就是幾好生意 那個餐廳很低調 你去到那裏找到門口 都不見到招牌 原來坐電梯 坐電梯在上面 其實沒有招牌 原來在旁邊有一條樓梯 晚上在暗時 穿著露雄燈才能看到 否則就看不到 全部都是屬客多 那些人的消費力高 你總的印象是 你覺得這個 San Diego 是一個富裕城市 沒有很窮的 大部分人 所以自安就好 很多企業 全部都是Honor System 一個人打你 一個人打你 很Efficient 很省 性價比高 所以真的 我想美國人退休 那些宣傳是 finance city in USA 我想你入住 你退休 你也想去San Diego住 好 申請 明天申請去 明天申請去 他問你理由是甚麼 I want to retire in San Diego Good place 好 其實天申請去 Q仔 在這裏 我準備休息 休息之前 我問你一件事 海恩基地 據說 Top Gun在那裏拍的 有沒有撞到Tom Cruise Tom Cruise 有沒有撞到 但這些 美國牛餐子 高大大 每個人都成為Tom Cruise 這麼一款 哈哈哈哈 李崇陽免愛 哈哈哈哈 好漂亮 那些女人 不知道多喜歡看Tom Cruise Tom Cruise 撞不到 但給大家看 Facebook 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最左邊 應該是Statue 一個美國水兵 抱著一個護士 跟他接吻的Kissy 這是一個很出名的照片裏 是很出名的 是戰後大戰結束 是否Time 還是哪個Magicine 拍了 有個美兵欣起若狂 沒有人想打仗 當然是高興 在街上 大家慶祝的時候 這個護士 其實他不認識的 三狗不認識 三狗不認識 但是大家太高興了 被人捕了一張照片 捕了一張照片 在這個軍港 碗頭 整個石灘 每個人都會拍照 情侶 每個人都會走 擺箱和姿勢 拍照 其實這張照片 背後還有一個故事 很多年後 美國的傳媒很想問 這個水兵是誰 這個護士是誰 由於護士的樣子不是正面拍的 後來 水兵就找到了 護士 即是有人出來認 是否真的 當時應該這樣抱著石 不止一個 會不會是呢 這張照片實在太出名了 發起一個運動 在我約十年前 在網上看到新聞 他們到處尋找 那個水兵是誰 找到出來 那個護士是誰 護士是比較困難的 接著一條問題問你 Q仔你是開車的 香港有開車 駕油泰 美加駕左泰 航空母艦 我想問 航空母艦的指揮塔 駕駛室 到底是放在左邊還是右邊 這樣說 我沒有上去 為什麼呢 現在真的老了 跟年輕人不同 年輕人上航空母艦 爬高爬低 直接進入 直接進入戰艦裡 我甚至記得一個幕 下樓梯嗎 下樓梯 直接進入去 洗澡房 當時 那些水兵 每個人都脫下衣服去洗澡 其中間 有一個尾兵 在他的屁股裏面 紋身了兩隻大眼 哈哈 那時候他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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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上去去驅逐艦 我兒子和老婆排過半小時 我兒子和老婆排過半小時 我兒子不要教我 你們去排了 站到腳都遠 我寧願在岸上參觀一下槍鞋 軍車 吃雪糕就算了 我就沒有上去排戰艦 所以我不知道是左或右 我不知道 有一條問題 我本來想一會問你 不過我怕不記得 為何那麼多水兵和水手要紋身呢 即是很普遍的紋身 為何呢 不只是水兵 我留意到 即是美國人 即是那些女性 很多人都紋身 不知為何呢 但從前多數是水手和海軍的紋身 為何呢 因為打仗瓜都不認 沒錯啦 即是大家例如說 即是浸死了 撈一條絲上來 可能的樣子已經看不見了 是呀 通常有人弄個名字 弄一些特別的章 現在不同 現在是時尚 是時尚 香港也多了很多人 紋身 有些紋得很美 很有品味 即是你不是 以前說紋身 多數是社團人士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有些是腳也整些 有些是手也整些 有些是頸 有些不是permanent的 他畫在這裡幾天 那天去便利地 看到師奶在那裏做收銀員 他都畫了一些 我說你這麼時尚啊 紋身 是啊 我也紋身 不過會脫的 不是刺在這裡 我畫上去的 那些可能會後悔 到大了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好 另一個問題 然後才go for另一個 topic 航空母艦 它走左軚還是右軚 我問你一件事 我不知道 因為它是平面 那它那個指揮 它是左 我都不記得它是左 是右邊的 因為是沒錯的 我呢 根據觀察 我上過美國航空母艦 英國航空母艦 法國航空母艦 而在這個陸頸上 跳望過去 這個蛇口 就看到它那隻明斯克號 從俄羅斯買回來的 那隻明斯克號 都是放在右邊的 為什麼呢 有理由的 有理由的 試過航空母艦 試過放在左邊 但是失敗 為什麼放在右邊呢 有理由的 因為駕駛飛機 降落航空母艦 是航空母艦最脆弱的時候 因為很怕飛機撞到指揮塔 這樣整隻航空母艦就癱患了 航空母艦就死了 因為那些戰鬥機 不是軟盤 即是原軟盤駛 是駛棍的 訓練他們全部用右手握棍 那麼 向左向向右 都是用一支棍 不是靈態 那你降落的時候 如果那個飛機師害怕的話 他用右手握 他一害怕就會縮身 用右手自然會縮在右邊 縮在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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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右手握 這樣下來就是他的右邊 就等於那個塔的左邊 對 他一手縮的時候 自然會縮到左邊 這樣飛機就向左轉 就會撞到塔 所以他設計到全部在右邊 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 降落的時候 你那個飛機師害怕 有什麼事 他手一縮一拉 他都拉到左邊 你就撞到左邊 左邊撞到海 不要撞到右邊 這個設計 但是戰後 也有盡量避免危險情況出身 降落的時候 不是打直降落 是打斜降落的 所有新式的航母艦 他降落的時候 他有另一條跑道 斜斜地向左邊 有另一條 有另一條 好像小的跑道 是在左邊 飛機降落的時候 是打斜 Making and Angle 去降落的 有什麼事 你自己壞好了 不要整隻航母艦被你害死 就是這樣 OK 好 問到這裏 說完San Diego 你身為加拿大人 加拿大住了幾年 你覺得美國和加拿大的分別在哪裡 對我們外奸人來說 其實分別好像不大 我們沒有住過加拿大 沒有住過美國 拍出來的東西 都是差不多 甚至 美國很多荷里活電影 都在加拿大拍外景 溫哥華、Calgary 那些 這幾年 就變成了一個 好像北美的環店 很多電影來這裏 是取景的 他說當美國的 他當美國的 可能 如果這樣識字不識字 就算是有點相似 不過那些建築物都有點不同 San Diego 跟溫哥華不同 以前我住過多人多 又去紐約玩 去紐約的時候 又是發覺 美國那一片屋 跟加拿大都不同 有些什麼不同呢? 多些磚屋嗎? 多些磚頭屋嗎? 加拿大多數沒有屋嗎? 你留意到 拜登上台裡面 其中一個 用了一萬多億 重建美國 其實美國很多城市 很舊 好像San Diego 那麼新的城市 已經很少 很多城市是那些 基本設施裡面 太舊 很多年都沒有再收回路 但是San Diego 是一個很新的城市 溫哥華現在也是 很多公路都是很新 漂亮很多 依然多人也是 但是那時候我去紐約玩 紐約其實是很舊的 三環子也是很舊的城市 所以 過程都不同 整個城市 都說過 其實可能是美國裏面最斯文 我想最 最 看不到社會矛盾 階級矛盾 種族風突的城市 來的 真是最和平 最peaceful 基本上是富裕 所以 我覺得奇怪 11月8日 9日是大選日 但是那幾天 就是我們6日下去 整個東南西北 整個San Diego 完全感覺不到有大選的氣氛 喂 一張Banner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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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完全沒有 即是沒有宣傳 後來我發佈了 當然有些州根本都會贏 我想那些是藍州 應該是民主黨的 可能沒有對手 就自動當選 這樣也不用宣傳活動 而且好像民主黨的支持者 多數是預早投票 當然不是九號之前已經走了 星期日回來了 如果不是 可能會看到排隊投票 所以就完全不覺得有選舉氣氛 其他 特別是搖擺州郡 競爭激烈 甚至新聞中報道 共和黨那些 僅然有些人攜帶槍下 守著票站 又怕 你知道這次特朗普出來押陣 都繼續宣傳選舉舞弊 但是他支持的大部分都輸了 全部都輸了 我沒有支持的極端那些 基本上很多都輸了 我給你一段新聞 我告訴你 美國中期選舉 多間傳媒的推算 共和黨有希望 從民主黨的手中 重奪國會 眾議院的控制權 現在 眾議院 之前 是稍多共和黨的幾票 真的很危險 至於參議院的形勢 就處於膠著狀態 所以視乎喬治亞州 內華達州 和阿里桑拿州的結果 其中喬治亞州 或者佐治亞州的參議院 是要第二輪投票 超過50 現在兩個人 不要不審 其他人可能分成勝負了 因為阿里桑拿州是共和黨 另外那個就是共和黨 阿里桑拿州好像是民主黨 我給你一個例子 是喬治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 民後選人旭洛克和共和黨的候選人 叫旭洛克在當地選舉的時候 是領先的 因為不只兩件參加的 有整批人參加的 但是兩個人得的票數 都未過判 根據佐治亞州的州法律規定 得票最高的兩個人 會在下個月的六號再選一次 其餘那些 只有幾個百分之 那些就不用考慮了 議院已經贏了 因為我昨天新聞報道 已經是共和黨222票 即是共和黨218 即是過半數就是 已經是大多數了 但沒有事前估計所謂紅潮 即是Lance Line這樣贏 其實都是贏多幾票 剛剛拿回眾議院的控制權 而這個參議院 Georgia是民主黨贏的位 那就是50對50 50對50 就是因為主席就是民主黨 即是現在還未選之前 都是50對50 但是由這個民主黨控制 就是兩個月都輸 其實這次的選舉 之前傳媒報導得很厲害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民主黨 會拿到眾議院的多數 多數是贏的 還有呢 因為你說剛才說 就是紅潮 知道這些東西 其實美國是阻得很厲害的 部分州 尤其是各州 是阻得很厲害的 可能是 會爭餐死的 另外特朗普 共和黨的右翼勢力 捲土重來 人民可能很討厭 實在太左了 在過去幾年實在太左了 會一反常態去支持共和黨 傳媒肯報導 但估不到 你去San Diego 最新鮮的看到 選舉前一兩天去 就相當冷清的 任何選舉氣氛都沒有 沒有選舉氣氛 又沒有人說 新聞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報導 在電子也沒有什麼特別報導 這可能是特殊例子 他們是一個泰國富裕 其實真正的爭議 在今天的選舉裡面 都是民主和民生的對決 民主黨基本上打針牌 就是墮胎法案 槍崖 跟共和黨的取態不同 以及支持烏克蘭 因為民主黨基本上支持大部分 都是基層和新移民多 以個人票來說 民主黨其實是多於共和黨 共和黨是傳統的白人 現在已經說明 善德斯贏了 不是善德斯 對不起 麥卡錫 將會做眾議院議長取代 佩洛西 有幾樣就一定做 第一就是立刻制止 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非法難民入境 第二就是彈劾拜登 就是在阿富汗撤軍 第三就是 第三就是 應該 我想對整個共和黨 就是反對民主黨的洗腦太多 引致到現在的通脹 他打的牌也是 攻擊拜登 處理經濟問題不行 搞得通脹是這麼嚴重的 美國可能會是衰退 技術已經衰退了兩季 兩季的GDP都是負責的 所以這是最大的重要 想不到最後 其實人們是怕 你看到就算是共和黨 為什麼特朗普都輸了 現在有人會挑戰他 他本來想著下個禮拜宣佈 應該會宣佈自己參選 但是現在 在佛羅尼泰州的州長 那個是故意和他保持距離 那個是easy win 多數會出來選 現在這個 特朗普就警句 掌握人家的黑材料 在共和黨裡面 其實很多民眾都分清楚 就是不想這麼極端 上一次的選舉 其實分分鐘是摧毀了 就是美國民主制度 輸了之後 一直說選舉舞弊 甚至後來 用這個煽動群眾暴力 襲擊國會山莊 想改變的選舉結果 結果到最後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 這個民主制度 所以被壓下去 所以這次 本來民望這麼低 拜登只有39% 根據過去的歷史 少於50%民望的總統 多數都會輸 至少總議員來選 果然來選會輸 但是另一方面 又會擔心 如果太柔 好像黨部那樣 又是衝擊成為民主制度 所以那些人出來 就是支持民主黨 不想讓特朗普贏 所以見到今次 反而特朗普支持極端那些 又是煽動 又說什麼舞弊 很多都輸了 其中這個參議員裡面 奔直分離亞洲 本來這個共和黨 應該有機會拿回來 今次繼續 就是 那個中了一局 就是那個民主黨 都贏了他 那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也因為 因為炒股票 他多數都是支持共和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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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著重的是 就是 第一反對大政府 反對政府 就是亂來賺錢 就是 以及反對 就是 特朗普也是 就是 就不會 就是反對這個 就是用那麼多錢 去打這個 就是 這個軍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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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的 事 就是 就是 想著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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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共和黨 就是會贏到 那就可以 拜登變得 這個 變得 它變得 就是 就是 過去 过去准备通过的这些方案 可能是不容易实施的 谁知道今天转发现战狗不是真的红潮 只是一个涟漪 在这个众议院里面多赢几票 都是大多数的 但是很脆弱 几票也是很脆弱的 当然了 你中间可能有几个可以变车 在这个议题里面 不像大多数似乎差很远 所以这个投资就乘机回落